那份饺子还是感觉挺幸福的那会儿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吃的东西很少 那会儿没有什么蔬菜大棚主要是 冬天主要是有几样 可能是我估计东北的朋友应该 七零后八零后应该比较有印象 土豆 萝卜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好储存的嘛 还有什么干白菜有一种 干白菜 把水分给它晒干了 剪短然后把它给晒上去 晒干了之后脱水了嘛 它就是也是容易保存的 还有什么酸菜 小的时候我记得还会买 一次就买特别多那种 其实就是那个卷心 就包心菜 干白 在家里不是叫的 咖喱板 对 就是东北地区 以前真的是 尤其八零货我觉得印象应该很深 是吧 真的就是冬天就那几样东西 可能咱们说的几样 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是一单到新年 可以考虑吃的比较好吗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够 带学校的菜回家 无非也就是猪肉炖鱼条 我还要再买 对 猪肉炖鱼条 还有那个 就是土豆丝 土豆丝炖那个什么东西 炖酸菜 我怎么没吃过这道菜 就类似 好像是啊 我记不住了 我记小时候就是土豆丝 酸菜 干白菜什么 在一块炖方言叫什么捞菜 是吧 吃风地区 就是内蒙古吃风地区 这个有个方言把炖菜叫做捞菜 小时候反正天天捞菜 就一个菜嘛 还有一样东西 葱叶咸菜 葱叶咸菜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咱们腌的那种 叫做芥菜 学名叫芥菜 东北 反正吃风地区 咱们不说东北 吃风地区叫咸菜嘎的 腌一大缸 吃的时候把它拿出一个切成丝 把它跟其他菜炖到一块儿 因为它很咸有味道 一炖就会把它那个咸味激发出来 反正我觉得冬天腌的什么东西 冬天腌的什么东西 我说了那么多开 我说了那个咸芥菜 还有芥菜上面那个叶子 那个 那个铁 就不腌了 那个腌完了 切碎了 还是跟土豆放在一起炖 所以咱们是一五四田 东北地区过去冬天 关于食物的一些记忆 是吧 物质匮乏 可以这么说 咱们小时候除了这个蔬菜 吃的菜基本上就这几样 是吧 还有就水果 冬天的水果有这么几样 那种国光苹果 应该是是吧 小苹果 我们每年冬天 我们家会买一筐 带个盖那种筐 就是水果几乎就只有那一个东西了 你说那个洞梨 那都是过年的时候 可能偶尔买点 我们家会买苹果的 可能是很香的吧 我们家不会买 我们家我记忆中就是那个国光小苹果 我跟我大姐会跟我爸问一下 我们能吃两个苹果吗 经过他同意 我们才会去那个小 我们的那个小厢房里 拿着两个苹果 就是年代 这些东西 是 这些东西